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会议大会现场委员认真听曲 报告大会现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成红 做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集 按红做报告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代表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请大会做工作报告报告 总结了2018年各项工作 明确了2019年与之任务书 市政协将仅仅围绕街乡吹哨 部门报告改革老城报告 绿色交通出行等党政决策 和群众所思所判建严资政 凝聚共识另外小千发现 此次政协报告中出现了不少首次 比如首次举办全体委员学习班 首次实现政协党的组织权覆盖 小千共梳理出了报告中的六个首次 一起来看看吧 此外2018年北京市政协也利用了许多现代信息技术 拓换履职途径 比如建立网络译证试 建立直播间 开发市政协网站 手机移动端等等 打造云端上的议证平台 据小千了解此次会议上 还多了个新鲜玩意儿 那就是市政协常委们提交的年度履职报告 也集体上会与每一位委员见面 北京市政协2019年工作怎么看 看这里